好 回到新闻现场带你来看连线消息 就在刚刚下午的4点26分发生一起有感地震 正央是在花莲规模有5点5 强烈情况我们连线记者徐少云 少云请说 好 没错 就在刚刚下午4点26分的时候 发生了一起规模5点5的地震 那么这期的地震正央在花莲县的近海 而且地震当下几乎是全台有感 像是有些民众他在台中就说 当时是很用力的晃了一下 那么又有人形容这个地震一开始的时候 先是前后摇晃 其实像是在嘉义 高雄 甚至是台中 云林 桃园 很多民众都反映这个地震感受非常的强烈 因为根据中央现场署现在公布的 一个最新的地震报告来看 这期的地震规模达到了5.5 那么各地最大震度在花莲县的岩辽有4级 花莲市跟荷欢山这边也都有4级 那么包含像是在宜兰的奥花 台中 梨山 还有彰化市都有三级的一个阵度 另外呢 至于在台东 桃园 宜兰 苗栗 彰化 台中 还有新北市这边呢 也都有两级的一个阵度 甚至在台北其实有很多民众反映地震的当下呢 感觉办公室都可以感受到这个摇晃的一个感觉 那么其实像是在花莲这边 最新的一个即时影像也出来了 在花莲的风冰箱 大石鼻山 其实地震的当下整个即时影像的监视器 也是非常明显地晃了一大下 那么这起地震呢 虽然全台有感 不过根据到目前最新消息 各地是没有传出任何的地震灾情 包含了交通的部分 像是高铁以及北捷 目前都回报式列车都还是正常的一个运转 没有受到地震的影响 那么呢 这个中央现象署的地震中心 目前也表示了 稍后呢 会有文字的相关说明 至于这起的地震 有没有可能是0403之后的余震 还是新的一些地震发生呢 也要稍后等中央现象署的一个最新报告 那么以上是目前最新地震资讯 再把时间交给出播 好 谢谢绍云 刚刚我们听到了在下午的4点26分 发生一起有感地震 震样是在花莲规模有5.5 那目前台铁跟台北捷运都是正常运行的 请民众不要过度惊慌 后续最新消息会随时带您掌握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